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若产品销量无故下降 我们需要从三方面分析 1.对手对手销量增加 导致我们销量下降 1.亚马逊有很多广告投放形式和渠道 平时多关注 若对手增加了其他有效出单的渠道 或App下方 购物车信息下方 关键字搜索页面的左侧等位置 看有无对手广告 若有 在分配好自身营销费用后可投放 2.在Google YouTube Twitter搜索对手的品牌或热卖产品的标题 找到竞争对手近期有可能合作的投放对象 资源 3.借助亚马逊第三方产品分析工具 分析对手产品近期评价增长幅度 看对方是不是在做测评或其他的运营手段 若有 在结合自身产品特点后可选择性使用 2.自身自身竞争力变弱导致销量下降 1.检查下详情也永无出现多个差评 或脆货率突然飙升 若有 这类因素一定会影响产品权重和短化率 卖家需仔细分析差评原因 因质量 物流或产品描述问题导致的要分别优化 若是被对手所黑 我们需跟官方投诉差评问题或想办法覆盖 再不行可考虑找服务商删除 2.统计 分析详情也QI 评价增加的数量及内容 若增长有限 在借鉴其他热卖对手的QI和评价内容后 适度微调自身产品描述或图片 增加转化机会 3.借助第三方行业分析工具 随时关注行业内近期销量飙升的产品 以做好自身的应对工作 如升级自家产品 一热卖对手产品课点调整选品倾向 增加自家评价数和好评分 这些工作都是可以做的 3.行业行业表现整体上升 但自家不好通过第三方分析工具 可看到近期行业 TOP卖家平均转化率 自家转化率对比 知道在哪些数据指标上的差距 不管是访客还是转化指标 尽力去提升 优化就好了 亚马逊卖家不能连而不闻窗暗示 在做好店铺运营工作的同时 应多关注行业 竞争对手 官方规则的变化 以做自身调整是必要的